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经验值储蓄漫画剧情 上回男主参加拍卖会 遇到被拍卖的妖精妹子求救 谁来救救我 声音在男主耳边响起 拍卖价格一下喊到4亿6千万 4亿6千5百万 男主起身 是那个妖精的声音吗 救救我 男主下定决心 上来一口价 6亿 上来就6亿 周围躁动了 男主心想 我一下抬高报价 看你们怎么做 结果马上有个变态爆出 6亿1000万 果然是个绅士 已经在恶心歪歪 爆呼 那个可爱的妖精 可不能让给你 每天都来做快乐的事情吗 直到他坏的位置 这种事情啊 那种事情啊 尽情地玩弄他吧 男主简直汗颜 怎么回事啊 那个变态 真是够恶心 被那种家伙买下的话 要被拿来做什么 简直不敢想 没办法了 既然这样的话 就奉陪到底 男主又喊出8亿 便太傻掉了 哼 8亿1000 男主爆 8亿2000 便太跟着 8亿3000 8亿5000 8亿6000 男主烦死了 真是缠人 还打算继续跟下去吗 哭口气 决定不陪他完了 直接报价11亿 便太一脸苦逼 直接闭嘴 竟然出价11亿 没有其他出价者了吗 既然如此 这位奴隶由31号先生 以11亿的价格成交 就这样拍卖结束 妖精却还不知道自己被救 今晚的拍卖会如何呢 差不多到闭幕的时间了 不过因为还有时间 对今后的出品 有什么期望的话 主持还没说完 男主直接起身 虽然不是期望 我有想要在这里拍卖的东西 所有人再次躁动 暂且已经鉴定过了的 突然乱入的出品吗 有趣 请到台上来 主持看住完页 好 这是高级回复药水之类的吗 男主表示不是 这是不死灵药 大家又躁动 什么 那不是 无论什么伤都能立刻治好的 最上级药水 就算是手臂断了 心脏停止跳动了 只要喝了就能确实的治好 主持问方便 也让他鉴定一下吗 男主表示没问题 鉴定结果 太棒了 毫无疑问是真的 务必请给出你希望的开始价格 男主想想 嗯 那就一千万吧 所有人都提起神来 一亿 两亿 五亿 上来就蹭蹭往上跳 一番争夺之后 纳摩就以二十二亿五千万成交 男主汉言 逼想象的还要高价的卖掉了 事后主办方和男主结算 看上去十分满意 最后的乱入出品 真是让人兴奋啊 偶尔像那样的惊喜 也是必要的 纳摩 回到正题 买妖精的金额 就从卖出的金额里扣除 你觉得如何 这提议自然再好不过 纳摩这边是 二十二亿五千万减去十一亿之后的 十一亿五千万 因为原本有十二亿的 所持金变成二十二亿多一点 感觉要麻痹了 纳摩 这是您的了 只限观妖精的笼子递到面前 看着那可怜样子 一下子想起刚买下狐狸娘的时候 感慨地转身看向狐狸娘 小风完全变样了 狐狸娘一脸疑问 回到家 男主打开笼子 出来吧 不会把你抓出来吃掉的 小妖精还不打脸 难怪 想办法让对方放松便问 嗯 那个锤子是自己的吗 卡库一的说 小妖精表示 是啊 所以呢 这是狐狸娘上来 我给您端茶来了 谢谢 对了 你也要喝嘛 对方还是不理她 男主想起 话说回来 今天在街上买了曲奇吧 鱼主表示 是的 把那个也一起端出来嘛 小妖精一听 曲奇 忍不住叫出声 男主呕了一下 他赶紧捂出嘴 结果嘛 不用说了 吃娃还舔舔手 味道还算合格 男主感觉 离她开城还剩一会儿啊 狐狸娘这时问道 话说回来 主人 为什么要买这孩子呢 听到声音了 救救我什么的 男主这一说 小妖精不淡定了 哎 你听到了弗拉的声音吗 狐狸有点娘继续反问 是声音吗 没错 最初我还因为是幻听 可又觉得不是那样 总之先把她拍下来了 下一秒男主震惊 小妖精一下出来 一个标准的吐下座 没想到是我等的主人 屋里的态度 真是非常抱歉 男主汗言 什么鬼 你说的主人是啥 小妖精起身问道 冒犯 能告知我您的种族吗 男主想回答是人 马上又想自己不是人了 早不当人 不对 现在是龙人了 小妖精一下跳起 太好了 终于找到了 狐狸娘也震惊 主人原来是龙人吗 男主无语 到了现在还说什么 小枫有用鉴定技能 看过我的能力值吗 狐狸娘立马鉴定 真的是龙人啊 男主看她那慌张的样子 你这什么反应 很牙白吗 于是狐狸娘解说 曾经有一个拥有非常高度的文明 留下了许多的遗物的 非常伟大的种族 那就是龙人 男主表示 这我还真不知道 轮到狐狸娘 为时魔 反应这魔平淡啊 男主表示 因为没有实感啊 等级上升的时候 突然变成这样了 小妖精凑上来 主人 我是妖精族的胡拉 此次从人类的手中救了我 真是万分感谢 男主表示 别在意 主从契约解除了之后 就回到你想去的地方吗 谁知道人家不干 那可不行 终于找到了伟大的主人 就这样回去了的话 父亲 母亲和弟弟责难的 被邻居一边骂 你这个飞机场 一边被扔石头 男主暗暗吐槽 跟飞机场莫关系吧 是飞机场没错 小妖精扛起锤子 还是说 难道是觉得我不可靠吗 确实弗拉是很可爱的 但我也是LV30的重战士哦 别看我这样 还是挺能战斗的 就在这时萌萌的眼球宝宝 从男主守备的魔法阵上跑出来 直接靠向小妖精 什么呀 这个白色的是 男主介绍 那家伙是烹太 小眼球眨眼示意 小妖精明白 你叫疯太啊 奇怪的名字啊 还一脸笑嘻嘻 这态度把小眼球惹毛 追着他跑 等等 我开玩笑的了 狐狸娘也笑道 增加了新的同伴 看来要热闹起来了 是啊 第二天早上 男醒来 发现不对劲 小妖精躺在枕头边 不小心被睡意兴松男主 手肘压住 提起一看 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早上好 小风 早上好 主人 话说莫看到弗拉 您知道他在那吗 男主一把拎起小妖精 在这擅自钻进我的被窝里 我没注意到 把他压住了 哎 还活着吗 这孩子 狐狸娘继续问道 话说回来 要在王兜之留多久呢 男主想了想 嗯 还有一周左右吧 没有目的地的话 哪里都一样 反正要去的话 想去能看到 少见的东西的地方 这时小妖精弗拉 总算醒了 这里是 是这样 主人把弗拉救出来了 男主吐槽 这个说话方式 能别用了吗 我不喜欢太恭敬的 说话方式 弗拉不同意 直指狐狸娘 但是 那边的兽人族 不也在用敬语吗 男主表示 小风的话没关系 她那就是自然态了 但是 你不一样吧 郑魔一说 弗拉有点支支吾吾 吾 是这样没错了 真 真拿你没办法 这样就行了吧 因为是在主人的面前 总感觉很羞耻 弗拉便回原来的说话方式 男主点头 没错没错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的话 那个主人的称呼 也别用了吧 那可不行 直呼伟大的主人的名字什么的 做不到啊 要是那魔作的话 会被家族全员吐口水的 男主无力吐槽 什么家族啊 弗拉也请用茶 狐狸娘地上茶点 谢谢你 小风 男主看在眼里 小风跟别人打好 关系真快啊 关系很好的样子 太好了 但是 王兜之后 要去哪里好呢 弗拉听到这里 一下冲上去自建 那样的话 去妖精隐居的村子 怎么样 男主表示 怎么说 弗拉姐说 在邻国古里希特的森林里 有弗拉木的村子 一直开出漂亮的花 还有主人喜欢的遗迹和遗物 男主觉得不错 貌似很有趣的样子啊 食物之类的又怎么样 弗拉表示 莫其龙 有很多村子的名产物哦 推荐的是 妖精一族秘传的蜂蜜酒 男主决定 下一个目的地 就是妖精的村落了 可以弗拉又表示 但是 有一点要注意 妖精讨厌人类 说不定 可能会被攻击呢 男主笑笑 什么呀 就这件事啊 就算被攻击了 我也没关系的 狐狸娘复议 是的 对于我们来说 大概莫问题的 弗拉简直无语 等 说什么呢 两个人都 不要因为是妖精 就小看了他们啊 村子的战士可是 比弗拉要强上好几倍啊 男主汉言 哇嘎嘎 哇嘎嘎 我会好好注意一下的 狐狸娘也笑笑 今天做什么呢 要去工会接委托吗 男主表示是啊 毕竟很闲 不且先去录个面吧 画面一转 男主带着狐狸娘 小妖精和小眼球 来到工会 前台 是那里吧 当他们一走上去 就有人认出来 喂 难道说 那是大剑的战士和 狐狸的兽人 抹布妹子凑上来吧 那个 难道说 是漫游旅团的各位吗 诶 是那样没错了 两人欣喜 是本人啊 请和我握手 漫游旅团来工会了 大伙一下走都跑来 彻底被围住 真的假大 托尔先生 请给我签名 封大人 请和我握手 还有开外趁机告白 请 请和我结婚吧 小枫 漫游 漫游 弗拉也震惊 什么呀 这个主人们 原来正魔出名的嘛 抹布们继续高呼 漫游 漫游 这是一个老爷跑出来 欢迎来到我们的工会 是工会长 男主赶紧质问 工会长 这到底搞什么呀 工会长姐说 虽说漫游旅团 是B级队伍 但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国的英雄啊 所以实际上是S级队伍什么的 这个欢迎阵势 也是没办法的 男主受不了 小枫 拜托你使用最大出力的光球 我知道了 光球 一个闪光之后 哇 不见了 去找漫游旅团 无论如何都要签名 抹布不放弃 跑到街上找 男主也是无语 这个状况 看样子是不能随便去 王都的工会了 今天还是在家里 悠闲度过吧 也累了 狐狸娘夫也 就这样吧 一起做点心吧 弗拉一听 点心 好期待 男主笑笑 弗拉 话先说在前头 小枫的料理 在各种程度上都很厉害 你做好觉悟吧 就这样又水了一回 呃 不是 男主又迎来新的靠谱后宫 话说龙人 倒是是啥种族呢 具体我们后面接着说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